好, 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解决做大腿和足脚背还有肿的问题 我们看到那海绵 海绵里边很均匀的储存的水 有水分在里边,海绵 但是一旦海绵做到几家以后 水挤出几一颗 它再恢复回来的话 慢慢能恢复回来,海绵 但人都不一样 海绵吸的水是外面的水 人体里面是组织里面的水 就是自己产生的水 成本和自来水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被压到十个东西挤出去以后 慢慢慢慢要长出来里边 细胞长出来以后 再产生新的水 所以里边要新长出来的 而不是纯粹像海绵一样 到外面泄淀水而已 所以它的新的组织 要生长起来 要有一个过程 另外一个 本来你腿 活动活动 更利益于液体输送 因为两个刚绑在腿上了 不能活动了 不能活动就僵住了 僵住以后 里边活动 就像海绵这样的 有一个空隙在里边 那么就生长起来更顺一点 现在两个刚那边一动 一捆在外面以后 现在弹性没了 弹性没了以后要流过去 就比较难了 把原来坏掉的组织要排出去 心脏出来要替代过去 由于活动受限以后 就受了影响了 现在把两个刚拿掉了 两个刚拿掉以后 后面能活动了 能活动了 就恢复起来快很多了 原来是因为没把活动恢复得慢 后面就恢复得快了 看到就是这样 就是自然在恢复 也没有什么要特别处理的 就是活动活动 原来是被两个刚绑住了一个 活动受限一个 就是活动 就是整个都受影响了 就是在平地上也要 经常要走动走动 活动活动是这样的 对对活动活动 不是说不动 应该动 动了以后才能恢复得更快 医生说的要少站 要不躺 脚要抄起来 天天就这样子 就更容易恢复了 对对对对 医生说的这个不对的 就像在中国动了一个手术 或者生了小孩 要在医院里躺好几天 在美国这里 第一天 比如说昨天动手术 今天就出院了 基本上 生小孩也是 不是说赖在医院里不走 这边都是很快 你稍微把你搞好了 不再流血了 你可以了就让回家了 医生就关照 要度活动 是这样的 所以后面 后面度活动 不一定是平地 你楼基站也可以的 实际上 因为前面那个两个钢 绑住了就不能动 平面了 就要夸夸后的 然后底下可以走走 因为如果有少活动 脚要撬起来 要撬到 后面几个点子撬的 没给它动了 要碰到后面 那不要理它 你自由的 就像以前一样 刚才看到的自由一样 反正动动动的 恢复得快 要不需要脚跌才来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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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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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老困困困困困好 你的底线交代 要这样 过得跟他们 要这样做不下去的 那没有 我刚才看到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活动活动反正好 不是说不活动 好 那我这边挂了 好 我们这边挂了 好 我们这边挂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